本地學生患焦慮症的成因有很多 第一最常見就是學業的問題 例如小學生要考懲勳試 去到中六又要考DSE 如果他們從小到大都比較緊張 而家長亦給他們很大壓力 就會形成了一個焦慮的情況 第二最常見是校園的欺凌 如果家長和學校沒有及早發現和處理 在小朋友都會出現一個焦慮的情況 其實本地學生患焦慮情況都挺普遍 有些本地研究指出 大概有25%的中學生都有不同程度的焦慮情況 即是說每四個裏面就有一個有焦慮的情況 而當中中六生有這個情況的比率比較高 而另外也有些研究顯示 大概有35%的小學生有輕度至嚴重的焦慮情況 如果小朋友肚痛 我們建議媽媽先跟他做身體檢查 確保他不是身體出現問題 然後留意他平時有沒有一些逃避性的行為 譬如說那天要默書、測驗 他就特別不想上學 有不喜歡那個老師的課堂又不回家 另外留意他有沒有睡覺或胃口有些改變 還要看他有沒有其他的身體症狀 譬如說手震、頭暈、全身緊曬 這些媽媽都要給我留意 如果小朋友患有焦慮症的話 他很多時候對身邊的事物 都有些不合理的逃避 很多時候就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成績 或者跟其他同學的相處 影響了他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他們一直都不處理 慢慢長大就很擔心他們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表現 甚至乎會出現其他情況 譬如一些抑鬱症 或者一些濫用人物的情況 首先如果家長發現子女有焦慮症的症狀 就應該自己要保持冷靜 因為如果他們都擔心上來 就可能都會間接影響到小朋友的情緒 第二就是可以關心小朋友最近在學校 有沒有發生一些轉變 如果真的有些問題出現 就要幫他們手去處理 但如果小朋友的焦慮症狀情況 是維持了超過四個星期 我們很建議家長盡快去尋求一個專業的協助 如果一旦小朋友確診了患這個焦慮症 如果輕微的 我們建議他去見臨床心理學家 去接受這個認知行為的治療 但如果比較嚴重 我們一般都會考慮用這個藥物治療 當然也有些小朋友 我們會建議他同時使用這個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 要防止焦慮症復發 首先要處理了今次的誘因 解決了問題 家長也多點關心日常生活 有沒有出現了什麼困難 盡總去解決 最後就是要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保持心境開朗 也會減少焦慮症復發機會 然後會減少再次見你 看見你 下次見 會減少 潮慮症 下次見